人无匹,别深交,有这些匹号的人,大多不简单,主动结交,匹号,有时候就像是一个人的习惯,其实无伤大雅,甚至有些匹号,对人来说,还是一个非常好辨认的记号,更方便别人记住,明代的张黛曾说,人无匹不可语交,以其无深情也,人无词不可语交,以其无真气也。 通常情况下,有以下这些匹号的人,更值得人们与之交往,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,他们并非常人,喜欢收藏之人,还有一些人,他们喜欢收藏一些东西,有时候他们会收藏古玩,有些人会收藏笔或者杯子什么的,他们很享受这种收藏的感觉,也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放了很多的感觉,这样的人,其实是一个有情怀的人,他们是向往未来,却也不忘初心的人,这样的人, 他们很在乎自己的感受,很在乎自己的初心,在任何时候,都不会丢掉自己的初心,他们做事有自己的原则,做事有自己的想法,他们是那些念旧却也向往未来的人,和这样的人在一起,永远都不会丢失自己来和这样的人在一起,我们也能真正的看到自己,所以说, 虞丹遇到一个喜欢收藏的人,那么就一定要深交,这样的人,让我们不忘初心的同时,向往未来,让我们成为一个做人有底线有原则的人,习惯阅读的人,我们常说,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,读书一试,不仅仅跟学生有关,其实我们每个人,都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读书, 否则,我们终究会活成坐井观天的模样,为什么有些人谈吐不凡,总能引经据点,甚至还能把一件事说得特别透彻,为什么有些人逻辑混乱,啥也不知道,说什么都搭不上嘴,甚至还会被人欺骗,从本质上说,这一切,终究跟阅读有关,读书多的人和读书少的人,基本一眼就能看出来,人的样子可以美颜,可以伪装, 但人的气质,却是应刻在骨髓当中的,成为一个喜欢阅读的人,你会发现,世界多了广阔,宇宙多了神秘,就连自己,也变得谦卑起来,不再自高自傲,不再狂妄自大,所谓谦谦君子,温润如玉就是这个道理,自带正能量的人,看过一部剧,里面有三个闺蜜,其中有两个女人,每次她们俩聊天,多半张口就是东家长, 李家短,抱怨婆婆偏心小姑子,老公没本事,买不起大房子,物价太高,路上太堵,甚至买点东西,都要排队很久, 第三个女人一开始,还认真的听,很理解她们,后来就不太想搭理了,最后还直接不再参加聚会了,女人和老公说,每次和她们在一起以后,都感觉她们身上装着个炸弹般, 随时都能爆炸,产生种种辐射,把坏情绪嗖嗖嗖地传过来,事实上,也确实是如此,唯有那些自身带着正能量的人, 总会让我们感知到生活的安稳和幸福,你再多的小忧愁,在她们的感染下,都会变成一帆风顺,喜爱象棋的人,喜爱象棋的人, 她们胸中藏有百万雄兵,支禁支退,在细微中发现胜利的曙光,在等待中寻找稍纵即逝的战机, 她们有掌控全局的智慧,敢于斗争,善于斗争,勇往直前,直至夺取最后的胜利,也许你是个平民百姓,创业者或者是企业家, 可以像酷爱象棋的大师,朋友学习,在创业的进程中,运用好手中的资源,像车,像炮,像小卒子,冲锋陷阵,勇敢杀敌, 我们向大师学习坚定的信念,坚强的毅力,从小到大,从无道友,用敏锐的洞察力,捕捉商机,迎接挑战, 发挥我们的智慧和创造力,培育浇灌事业的基础,终有一天,红五星闪耀在大厦的金顶, 喜欢健身的人,曾经在某平台上,看到过一个身材接近完美的中年女人, 她的身材曲线,像是造物主特地出手精心雕琢过的,见过的男女,无不忠心感叹一句, 哇,她并非是天选之人,身材不是天生如此,她也有过发胖臃肿的阶段, 而如今已接近知天命之年的她,身材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, 靠的完全是她日复一日的健身, 雕琢自己的身体,让她呈现最完美最健康的状态,是这个女人的毕生追求, 为了这个追求,她已经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了很久, 其中流过的汗水不计其数,这种喜欢健身,愿意把健身当成一生的事业去完成的人, 骨子里有着别人没有的坚韧,在我们这种喜欢谈字律,却总是三分钟热度, 说完后,没有行动的人面前,这样坚韧的人是最值得敬佩的榜样, 习惯旅行的人,做人就该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 而行万里路的途径,要么是到处闯荡,要么是到处旅行, 去不同的地方看一看,千万不能成为毫无经历的人, 去北国风光,你会感受到千里冰封的壮阔景象, 去江南小镇,你会感受到小桥流水的甜淡静美, 去黄沙大漠,你会感受到千年塞外的震撼,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经常旅行的朋友, 相信他就是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,与之交往, 只会加深你的见识,让你受益匪浅, 况且,喜欢旅行的人,内心都有着不羁的追求和自由的向往, 不会在某个小地方毫无意义地度过这一生, 至少,你见识过跟你没有见识过, 完全是不一样的人生,有同情心的人, 每个人的思想上都有柔弱的部分, 一旦被人触碰都会激发出同情心, 作为常人来说,这是我们在生活与人交往的一种动力, 但是,在我们生活中,会发现并不是所以有人遇事都会表现出同情心, 甚至幸灾乐祸的人大有人在,而有同情心的人, 从为人处事上来说,最起码遇到别人难受的是, 即便是熟人有些仇怨,此时也会保持一种墨坚, 如果你遇到特别有同情心的人, 如果趣味相投,就是比较值得相交的朋友, 反之,如果对方铁石心肠,缺乏同情心, 劝朋友远离,一个连同情心都没有的人, 是否值得作为朋友交往, 值得商榷,热爱跑步的人, 跑步,在大多数人眼里, 是一件很枯燥,很乏味的事, 所以,能长期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, 正因如此,那些热爱跑步的人, 更值得我们深交, 因为,这不仅意味着, 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重视, 更意味着,他们为人高度自律, 这样的人做事是有规划和章程的, 而且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要求, 不能说是完美主义, 至少,不会允许自己堕落。 跑步,锻炼了身体, 同时也锻炼了一个人的精神, 如果你能在这件事上坚持下来, 那么在其他事情上, 你也会比别人更有忍耐力和毅力, 如果你身边有坚持跑步的人, 不管是谁, 都要尽可能地去深交, 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些正能量, 一定会慢慢地感染你,影响你, 让你也变成一个对自己有极高要求, 且为人处事有耐力和毅力的人, 喝点小酒不伤身的人, 饮酒不仅是一种文化还是一门学问, 生活中有很多嗜酒如命的人, 只要拿起酒杯就会喝得烂醉。 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交往, 因为民间俗语有酒不互贤的说法, 就算是一个平时道德情操比较高的人, 饮酒过量也会酒后失态, 古人云,小酌怡情, 平时没事喜欢喝点小酒的人, 他们的自制力一般都会比较强, 喝几口过过瘾就会放下酒杯, 他们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, 所以和这样的人交往也会让自己增长阅历, 爱交朋友之人在前行的路上,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与朋友打交道, 爱交朋友的人能说会道, 三言两语就能将一个人说得心花怒放。 这样的人八面玲珑很容易与人打成一片爱交朋友的人, 其实并不会随意交朋友, 他们懂得人是分层次的, 尤其是在经营事业时所交的朋友, 就更要有所选择善于交际的人, 能察言观色, 能一眼看出什么人值得深交, 什么人应该远离, 人际关系好的人在事业发展上一般不会太差, 毕竟有了人脉就等于有了信息, 有了人脉就会有许多的合作和机遇展现, 爱交朋友的人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, 善于和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, 往往他也是一个有趣。 丰富的人, 清朝著名文学家袁洪道曾经说过, 是人但有疏癖, 终生不易便是名士, 也就是说, 一个人倘若有一个爱好并且坚持了一辈子, 那么便会成为这个领域的大师, 因为在这个爱好中, 藏着你一生的努力, 普菲菲儿说过, 想与所有人交友的人, 不是任何人的朋友, 朋友不在乎数量, 需要质量, 如果只是泛泛之交, 还不如一个人独来独往, 如果只是臭味相投, 那就是苍蝇蚊子成群结队, 朋友不是完美无瑕的, 但是一定是指引你积极向上的, 一定会带着你一步一步走向更高的层次。